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你好 我是天主教三部基金会的汤金莲修女 我好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 我们怎么样地活出来圣经 我们不是专家 今天的主题是 耶稣派遣他的门徒 宗徒去万民传播福音 耶稣说我们第一就是要坚强我们自己的福音 我们有好多机会可以分享给大家 如果我是在办公室 我好好的做我的工作 活出一个天主教徒的生命 别人就知道了 他是天主教徒 或者我可以跟我的朋友分享 天主对我的好处 对我的帮忙 可能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也可以说我没有跟任何人接触 我送孩子去学校 我就没事做了 很好 你可以参加门徒班 读经班 现在十二个参加之后 两个留下来 再找十个来参加读经班 有一个女孩子 她对圣经没有兴趣 但是参加之后 她说我们的圣经是那么美 我要分享给别人 我们也知道 我们天主教徒 我们做天主的旨意 她也给我们很好的 可以去摩 可以祈祷 求天主 帮帮 治好我们的朋友 或者我们的家人 治愈好他们 我们需要光荣天主 赞美天主 让别人知道 在新加坡 有一个教堂 他们叫 Novena Church 我在的时候 每个小时 从一点到六点 都有一万个人 在那边 因为有天主 治好他们的朋友 他们就会写信 然后呢 神父就会念出来 大家很感动 不是教友都来参加 现在我回去 他们说 每个星期六 从十一点到七点 每个小时的人 加起来 超过一百万人 那就是传播福音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可能我们没有 那么多人 但是我们跟我们的朋友 我们参加读经班 就谢谢你 谢谢 谢谢